大家好,我是安逸芳 今天为大家分享重内、清、外 今天的课非常重要 我们首先要理解什么叫内、什么叫外 内代表我们的内核 外代表我们的外在 那么在一个卦当中 哪个地方代表内呢? 哪个地方代表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一个谣发动 它自身呢 画出像这上面几种情况 这都称之为内、内在 这个内在就如同我们一个人内在的能量呀 我们内在的原神一样 原神呢发动 画了退神或者是画回头刻都为胸 这是你自身原因造成的 所以说内在啊 核心在于我们的内心 那我们为什么要内观呢? 观呢也是观的自在 观的是我们的心 所以说内观 观的是心 那么这个最核心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谣自身的变化趋势 这个一啊 就是代表这个谣自身的变化趋势 它为最核心的内在 那么我们讲的重、内、轻、外 也是讲的这个内啊 最核心的、最重要的 第二个呢 是挂中的动摇 相比较这个内来说 它处于外 我再说一遍这句话 相比较较这个一来说呢 这个二呢就处于外 那么我把它呢 画在这个里面 我们来看这里啊 把它画到这里 你就能感觉出来 二在哪个位置 二呢就在这个一 包裹着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把它包裹着 这个橘色的部分是二 这部分呢就相当于 我们挂中的其他动摇呢 对这个摇的作用 一呢代表摇 二是代表挂 也可以这么理解了啊 你就明白了 挂呢 中其他的摇 对这个动摇本身的变化 作用 这叫 怪 好 第三个呢 是日月对摇的作用 日月对摇的作用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就像我们现在生活的地球一样 那太阳月亮 它升起落下 对我们人的作用 我们能不能 以我们个人意志 来对它进行对抗 或者改变 你是改变不了 你只有被受着的份 对不对 照耀你也好 不照你也好 你只有被受 被动 而且受着 你不可能去对日月 去伤日月啊 这是挂中摇的关系 不可能说我去升 或者是克日月 没有权利 所以日月对摇的作用啊 它是最高权利 至高无上的权利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淡蓝色表示的 那么它包裹着这个 二和一这一部分 都包裹着 我们就知道这个 范围大小了啊 把这个观念呢 通过这个图示 建立起来以后呢 我们就来看 当挂中的摇 与日月或者与动摇呢 发生矛盾的时候 我们到底断它急 还是断它胸 这时候呢 我们就有一个 拿捏的尺度了啊 好 我们先来看 深刻相反的情况啊 比如说这个摇呢 在日月总体是望向的 望呢 就是大于零啊 但是呢 却是被动摇相克的 动摇来克它 是第几档次呢 属于第二档次 是挂的关系 那么日月上总体望 它是什么 谁让它望呢 是三啊 日月望 它代表是外部环境 所以当二和三 有矛盾的时候 那么我们重点取的是内 那二是内 如果二是级 那么我们就以级来断 二是胸 我们就以胸来断 好 这时候呢 被动摇克 它是胸的 所以呢 我们就断胸 好 第二种呢 是在总体上 日月上是摔的 那么是小于零 但是呢 受动摇相生 这种情况 动摇生呢 它是第二 和级别的 所以动摇生呢 为急 所以这种挂呢 就断急 摇在日月 动摇总体为胸 日月是第三为胸 动摇是第二也为胸 但是发动化 回头生 它属于第一 所以按照一二三 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呢 我们要以一为主 所以一是生 它是急 那我们就论它急 摇在日月 动摇总体为急 那么日月上是第三 动摇呢 是二 它都是急 但是呢 化回头克 它属于一 那么一二三 存在的情况下 以一为主 一回头克呢 它就是胸 那么摇 发动化回头生 但是变摇缝破呢 发动化回头生 是第一档次的啊 但是呢 变摇被破了 变摇被破是日月剑上 来把它冲破的 所以这个关系呢 属于第三 当一和三存在的时候呢 还是以一来论 一是急 他们就还是急 我们这样论 第六个呢 摇发动化回头克 它这是第一档次 回头克 它是胸 但是呢 变摇缝破是第三档次的 所以说回头克呢 还是以胸来论啊 摇发动化禁神 但是变摇呢 破了 摇发动化禁 它是第一档次的急 一为急 但是变摇破呢 它属于第三 那么总体呢 还是急 摇发动化退神 但是变摇破了 发动化退神 那么是第一档次的凶 那么还是以凶来论 变摇破呢 也不用管它 它是第三档次了 所以这呢 几种关系啊 是我们只是做一个初步的解答 但事实上在断挂的时候 我们又不会完全按照这个来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里面 它只是理论上的 理论上通通呢 都把这种事情呢 当成长期的事情来看来的 那我们在断挂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会分啊 细分 所以呢 这个八条呢 大家建立一个基本的概念就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增山上的案例啊 这个里面呢 这个挂的反馈啊 是迎年卯年 一共生了九个孩子 沾何年得子 我们沾什么时候有孩子 就是子女缘 那么我们必定是要看子孙的 挂中的子孙妄想呢 就说明他会有孩子 如果衰败啊 破败了 那就说明没有孩子 那按照重内清外 我们看啊 这个适摇发动 银化毛 是不是化镜身 化镜 它是不是属于第一档次的镜啊 自强不息 自强自忘 对吧 我就是要折腾出一个 这么一个孩子出来 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挂着啊 深深不息的那种状态啊 所以说这个荧幕 但是我们可以看 在月间上是什么 月间相克是吧 日程上呢 不作用 而这个毛木就特殊了 毛木在月间上是破的 月破 那对于像这样生孩子这种挂来说 他的月破是 虽然是破 但是呢 它是一个长期的事情 你能不能说 他又空 又破 这两个都是寻空啊 又寻空又破 就代表他未来没有孩子呢 不能这样 他化镜 他就是第一档次的 这个人呢 他不会放弃要孩子的决心和想法 不能以黄金册上 上面说的 动空化空 必成胸灸 不能这样解读啊 它是个有用的摇 他化镜 它属于第一档次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看呢 它是有用的摇 虽然月间上呢 把它冲破是第三档次 但是呢 按重内情外 它第一档次的化镜是核心 导致这个挂疾啊 要这样来断 所以动摇化空呢 它不属于化肺 在这一点一定要清晰 它化镜神 所以说空化空 它依旧呢 以疾来论 所以空化空 到底是疾还是凶呢 不一定 不能完全按这个来说啊 好了 今天的内容呢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